福建的省会幅度非常低调啊 这个一直不险上不漏水的 但是啊 它这边已经敲咪咪的发展起了一片新城 看看这边 这些房子都是这个新建的 这边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好 拟接这边 原来这边就是一片农村啊 就完全纯农村的那种模样 随着这一个 近些年的发展 它这边 目前啊 居住环境已经相当具有规模了 很多人前期来这边 提早定居的 这个还是比较有眼光的 所以这个时间的发展 整个城区如果完全进去来了 它这边估计还要涨一波了 你看这边 往后面这边也进了不少的房子 整个它这边应该也是福州要大力发展的一片城区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城市规划里面 每年都有说要发展这个地方 然后实际上也是到处在都在搞这个建设这个地方 现在是成长期啊 它现在这边是 还没有形成这种完全体啊 你看这边 走在路上 它可以看到这个 很多工人 来这边来来往往 但前面就有这几个 有三个 因为它这边周围到处都是工地啊 到处都是在这个建设当中 完全就是一片崛起的新城啊 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最老的估计也就十年啊 原来的那些村庄全拆了 这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可能是一个老厂啊 估计也要拆了啊 这边现在最忙的就是搞极建啊 拆迁建设 拆迁建设 不停的拆迁建设 不停的拆迁建设 它这边也是位于这个 福州的四环城区啊 哇 福州的那边 为什么不发展老城区呢 因为老城区那边 首先是房价比较贵啊 老城区那边 哇 三万五万的 一平 这边是一万两万的 然后老城区那边 你看它这边拆房 是拆农村的那种房子 就小平成 对不对 然后你要拆市中心那边 大家住的都是那种 九几年代 零几年代 这个建的那种 六七成的那种房子 哇 这拆下来一户要赔不少啊 那感觉一户都算在一个 三五百万的这样赔啊 这个赔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它那边赔了的话 不能建那种超高楼啊 就三三层的 那还不算超高楼 就是普通的高层啊 它都建不起来啊 因为它那边 古城内部啊 它不允许建那种超高层的 高层不允许建啊 只能你再又建个六七层 你拆个六七层的 你再建个六七层的 你赚什么钱 根本就不赚啊 那你就算房价 这个提高一倍 你也不赚啊 你这个都覆盖不了 你的建筑成本 和你的拿地成本啊 是不是的 你拿那块地的钱 一般这个 一个小区建起来 最大的大头就是拿地啊 拿地的钱 然后再就是这个建筑成本啊 连拿地的钱都覆盖不了 存亏啊 所以这个老城区那边就不怎么建了 你看这边 然后它就大力建这个新城区这边 这边目前因为是新城啊 所以来往的人也是比较少的 哇 看看整个这边 但是未来的话 反正福州是非常看好这个地方的 福州是准备大力发展这个地方的 他们还把这边称为这个福州的路加嘴啊 因为它这边是闽江从这边啊 两边啊 两边啊 穿城而过啊 闽江是这个福建的第一大河 它这边相当于是两边看江啊 也难怪啊 他们会看好这边 地理环境位置是绝佳的 而且它这边也是连接福州老城区和 那个滨海信城那边的 中间的一块地的 所以是整个这个福州 必须要大力发展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看好这边的原因啊 当然这个发展的话它肯定是 有起有福的啊 这个起的时候可能这个房价很高啊 这个低的时候这个房价可能也会比较低啊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属于这种高位 可能有的人会属于那种高位接盘啊 但是不论怎么说啊 它整个这片城区肯定是逐渐慢慢向好的 不过这一个一个城市建起肯定是 等于以这个至少十年为一个单位啊 有的人可能等不了啊 特别是贷款买这件房子的可能就等不了 未来这片城区都不好说啊 能发展成什么模样